主料,西兰花一个,虾仁切枝,主料,油,盐,料酒,胡椒粉,淀粉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主料,菜花,主料,虾仁,葱,姜,蒜,将西兰花拌成小朵,锅中水开,放入西兰花炒一下,西兰花猪水后,马上放入凉水中放凉,捞出备用。 小人去虾仁,用料酒,胡椒粉,盐几分钟,锅中放油,油热放入棕,姜,蒜上锅,放入虾仁,烹入料酒,放盐白炒,放入西兰花翻炒,出锅前放入水淀粉勾芡即可,烹煸技巧 一,抄西兰花时放入一点油,一点盐,这样炒出的西兰花颜色更绿 二,超过水的西兰花过凉,是为了使西兰花更脆更绿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